这个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女孩注射了麻醉药 就这样法医丹尼尔的女儿被绑架了 而他的复仇才刚刚开始 此时丹尼尔还在医院照看刚被他抢救过来的卡伦 丹尼尔把一切告诉了布莱恩 可换来的却不是信任 布莱恩却怀疑丹尼尔过失杀人 而且警察还在他的船上发现了药品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丹尼尔嗑药上瘾产生了幻觉 才会有这一系列离奇的事件 这种不被人相信的滋味 想逼丹尼尔内心非常的愤怒又无助 正发愁的时候丹尼尔突然意识到 福恩许久没有出现了 福恩的电动车却停在医院门口 让丹尼尔非常的担心 他害怕女儿被富郎绑架了 他只能请求布莱恩去帮忙寻找 布莱恩答应了他 但丹尼尔必须老实待在医院 因为他现在已经够麻烦了 丹尼尔嘴上答应了 身体却不诚实啊 没想到半分钟不到 丹尼尔就跑了出去 布莱恩回到警局找到领导 想替丹尼尔求情 结果却被告知 精神病院和治安官 刚刚签署了对丹尼尔的 非自愿治疗命令 很显然 他们都认为丹尼尔患了精神病 也要把他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即便如此 布莱恩还是愿意相信丹尼尔 他决定再去找下福朗的母亲 敲了很久的门 却没有人回复他 布莱恩只能是留下名片暂时离开 而他不知道的是 福朗和他的母亲都在家 福恩此时正被他绑在椅子上 与此同时 丹尼尔为了证明 那具烧焦的尸体不是福朗 便去找了福朗小时候的牙医 调查他的档案 牙医非常的配合 很快拿出了福朗的资料 因为他对福朗的印象十分的深刻 他记得 福朗有一颗被打掉的旧尺 他怀疑 那是福朗的父亲给打的 在牙医的印象中 福朗母亲是晚上带儿在去诊所的 小福朗的嘴角还流着鲜血 母亲的脖子上也有着瘀伤 当时的小福朗还哀求他 不要让他再回到那个家 牙医也已经猜到 他们被家暴了 只是他也无能为力 这对丹尼尔来说是个关键的线索 于是他偷偷前回了实验室 但是资料找到了格雷斯 他现在已经调查到 福朗在十二岁时被打掉了一颗旧尺 通过教师的数据对比 发现那具教师的牙齿是完好无损的 也就是说 实验室的那具尸体并不是福朗 通过牙齿对比 那具教师并不是杀人犯福朗的 格雷斯也顿时沉默了 因为丹尼尔拿回来的老片子非常的模糊 档案也有可能出错 必须要更关键的证据才行 格雷斯离开后 丹尼尔在办公桌上 找到了一瓶叫BCHE的药 他似乎在考虑要不要吃这个药 突然一通电话打断了他 这是福朗打来的 他告诉丹尼尔 如果想要他女儿安全的话 就应该立即出来 丹尼尔知道自己没有选择 果断服下了药物 一出来就见到了福朗 他只能乖乖的听话 坐上了福朗的车 可丹尼尔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福朗要抓着他不放 抓他的是警察 起诉他的是检察官 他只是个法医而已 可福朗却说 自己从来没有给女性注射过一柄分 丹尼尔的无中生有 栽赃陷害 正是他复仇的根本原因 很快车子开进了一栋房子 这里丹尼尔也来过 正是福朗母亲的家 也就是说这个女人什么都知道 却一直在演戏迷惑警方 丹尼尔跟着福朗进入了室内 发现福恩被绑在了凳子上 父女俩还来不及叙旧 福朗却给他注射了麻醉剂 直接昏了过去 另一边 尽管菲尔一直为丹尼尔解释 法医委员会还认为丹尼尔行径恶劣 而格雷斯还没有放弃调查 他出现在女上司的办公室 他发现福朗受害人的组织样片 却是了大脑部分 格雷斯顿时想清楚了一切 当年丹尼尔在受害人肝脏组织里 找到了一柄分 这才将福朗捉拿归案 可他知道 如果肝脏中有一柄分的话 那么大脑里肯定也有 现在大脑组织样片却消失了 格雷斯很怀疑 是有人在受害人的肝脏中添加一柄分 却忘记在他的脑组织中添加 所以在丹尼尔调查福朗时 那个人就偷偷的销毁了那些样片 格雷斯很清楚 那人就是上司 事已至此上司也没有隐瞒 他认为福朗是个杀人魔 如果一直抓不到他 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害 所以他偷偷的做了伪证 就连丹尼尔都没有察觉 而他们更不知道的是 丹尼尔现在已经落入虎口了 福朗也准备当着丹尼尔的面 掐死他所爱的女儿 福朗打算给丹尼尔注射一种特殊麻醉剂 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所爱的人被掐死 这件事让福朗暴怒 直接给丹尼尔注射了药物 这个男人给丹尼尔注射了药物 瞬间让丹尼尔抽搐起来 他眼睁睁地看着福朗走向了自己的女儿福恩 现在情况十分危急 可丹尼尔却能理性地分析 福朗父亲是窒息而死 联想到福朗母亲养着毒性极高的花 他猜测是福朗母亲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福朗顿时懵了 他放开了福恩 眼神恶毒地走向了母亲 面对这个恶魔般的儿子 母亲终于感到害怕了 他表示是因为害怕丈夫伤害他 伤害福朗 就在这母子争执的时候 丹尼尔趁机冲了过去 想抢柜子上的手枪 却被对方一把塞在地上 手枪却落到了母亲手中 可福朗非常的了解母亲 一下就安抚了他 接着没有一丝犹豫 对着自己的母亲直接开枪 此时福朗也已经明白 丹尼尔能斗是因为他服用了抵抗药物BCHE 可这药也有副作用 他现在是毫无还手之力 瞬间被福朗打倒 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福朗走向女儿 不过福恩也很聪明 他用自己的遭遇 引起了福朗的共鸣 这种种遭遇和福朗极其相似 福朗顿时失神 福恩趁机偷袭了福朗 妇女配合起来 控制住了福朗 而福恩似乎有些愤怒 想要杀掉福朗 丹尼尔知道不能让女儿杀人 在他极力的劝说下 福恩终于放下了枪 与此同时 格雷斯也终于发现 教室DNA和福朗歇斯DNA不匹配 所以福朗的确没有死 另一边没有放弃调查的布莱恩 也在医院外的监控中 发现了福朗的真面目 真相已经浮出水面 很快警方也找到了丹尼尔妇女 逮捕了福朗 不过丹尼尔并不打算放过福朗 作为英明法医 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杀掉福朗 他给福朗送了一朵花 福朗不知道的是 丹尼尔趁机给福朗注射了药物 很快福朗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 最终倒了下去 本集也到此完结 可故事并没有结束 一具年轻的尸体 在一个造船厂被发现 布莱恩在他的钱包中找到了护照 发现死者的联系人居然是丹尼尔 并且还有一张便条 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注橘子第三季继续揭晓